吃东西要懂得适量而非过量 一名14岁少女在看诊的时候 竟然被诊断出第二型糖尿病 她的妈妈在听到报告后 也不停会哭喊 这才得知 原来一切都跟家人平常的饮食习惯有关 对此 营养师高明明也曝光真正原因 营养师高明明近日在 东森纵合台节目 一时好辣分享个案 表示之前在代谢营养科的时候 遇到一位妈妈带着14岁女儿看诊 盖明少女在当天就被诊断成第二型糖尿病 且需开始吃药治疗 根据报告书上的资料 少女的糖化血色素已经高达12% 13% 当时在一旁的妈妈也边哭边喊 表示害了女儿的一辈子 只见妹妹全程低着头不发一语 完全没有看到正脸 被妈妈吓到以为自己做错事情 高明明在咨询完一整场后 午餐都去合作社买面包来吃 只要一杯全糖手摇影就会爆表 此外 连平时看起来健康的调和蔬果汁 一瓶都含有6颗方糖 所以很容易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超量 但是